在宁夏中尉一位民间艺人宋福善 能在鸡蛋上雕刻作画 从小受母亲影响的他 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雕刻有浓厚的兴趣 他把十二生肖对联中国神话人物等雕刻在鸡蛋壳上 记忆精湛许许如生 来自江西省的苏鹏 2009年跟随妻子回长沙定居 在一个艺术展看到了蛋壳雕刻后 就深深地被这门记忆所吸引 因此就开始自学蛋雕艺术 广州蛋雕记忆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孙开福 一眉寻常的蛋在他的手下 能够展现出人物、山水、书法、鸟虫等不同的形象 而孙开福手上的蛋更填了一种灵蓝特色 在宁夏中尉 有一位冒蝶老人能在鸡蛋上雕刻作画 他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蛋壳雕刻相结合 把十二生肖、对联中国神话人物等雕刻在鸡蛋壳上 记忆精湛、栩栩如生 宋福善今年已经80岁 从小他就受母亲的影响 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雕刻有浓厚的兴趣 1995年退休后 他开始自学蛋壳雕刻 如今已经过去了26年 做蛋雕是一门手艺活 第一步要挑选鸡蛋 面积大 颜色深的鸡蛋壳更适合做雕刻 挑选好鸡蛋后 宋福善用钻子在蛋壳底部打出直径约3毫米的小孔 用针管向小孔里充气 利用空气压强的原理将蛋液从鸡蛋壳里挤出 最后将清水注入针管 清洗鸡蛋壳里残余的蛋液 便开始在上面作画 第二步就是鸡蛋上这个作画 因为鸡蛋它不是一个平面 所以这个壁量 或在直上这个平面直上作画 壁量是有所区别的 所以这个耐度比平面 直上这个平面作画比较耐 只用寥寥树笔 宋福善就在鸡蛋壳上 将一幅山水画勾勒的微妙微笑 开始用刻刀雕刻 其中最难掌握的 就是握力和下刀力度的配合 因为这个大壁壳的胎部 是因为就是领电一个后面刀 因为一水 在带载的时候 一定要只三个指头 或者只四个指把手刀用力要跃 就是这样转移后 决于的这个用力把它张着 然后用下刀一定要有肥虫 不能太刀 接太刀以后呢 用这个刀截子比较对锐 所以用一刻来 平日里 宋福善制作一个蛋雕 需要一天半到两天的时间 而这对一位八十岁的长者来说 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行为 影响到更多的年轻人 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白沙古景 月露书院 橘子周投 这些长沙市内的美景 被蛋雕爱好者苏鹏 收录于鸡蛋之上 让原本平淡无奇的蛋壳 变为艺术品 今年44岁的苏鹏来自江西省 2009年 苏鹏跟随妻子回长沙定居后 便开始自学蛋雕艺术 他告诉记者 此前一直从事雕刻瓷器的工作 也常在地下通道摆摊 给人画素描画像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在一根艺术展上 看到了蛋壳雕刻后 就深深地被这门记忆所吸引 在我当初接触课词的时候 慢慢就发现 右面色 就是跟那个鸡蛋壳的色 有点相似 我们在刻的时候 刻得越深 它就越白 刻得越浅就越灰 所以说它会产生一个明暗关系效果 通过观察鸡蛋了解其特质之后 苏鹏在挑选蛋雕原材料时 往往会选择颜色较深 光泽较好 大小均匀的鸡蛋用于雕刻 首先我们就是要把它里面的蛋壳 把它先就是说装个孔 装孔之后要把蛋清给它取出来 取完之后用水清洗 清洗大概在三四遍左右 然后再用个消毒液消毒一下 完了之后就是让它在放在通风的地方自然晾干 两个星期就可以雕刻了 兰花是苏鹏最初选择的蛋雕题材 本以为其结构简单 苏鹏却花费了一个星期 经历了数次失败后才完成 苏鹏坦言 十年间在自己手中报废的半成品蛋雕 有一百余每 而现在雕刻普通图案 则可在半小时内完成 蛋雕这块的话难点 主要是在于你这个技巧方面了 你稍微力度用大的话 在这个0.3毫米的蛋壳中雕刻的话 它就一不小心它就睡了 所以说它力度要掌握得很均匀 不能重不能轻 就慢慢地随着 就是按照它那种力度啊 就是慢慢慢慢地刻下去 记者在苏鹏的工作室内看到 以长沙市内八处景点而创作的 长沙八景系列蛋雕为妙为效 各处景点被作者压缩在了 这个不足八掌大小的鸡蛋上 苏鹏说 作为一名湖南女婿 在长沙居住的这些年 这里的美景自然给了自己不少创作灵感 在创作的众多作品中 最让苏鹏满意的是 一个名为百浮屠的蛋雕作品 这件作品从设计到克制 花费了其半个月时间 这是围绕到一圈 这一百个符字里面 这一百个符字里面是以撰刻的形式 刻在这个鸡蛋上面 一百个符字没有一个重复的 如今的苏鹏依然靠着雕刻瓷器和印章维持生活 创作蛋雕作品也仅是一份兼职 采访结束时苏鹏向记者表示 目前自己的蛋雕创作方式还仅限于浮雕技法 未来还将尝试学习透雕 镂空等雕刻手法 一枚寻常的蛋 在蛋雕大师孙开福的手下 能够展现出人物 山水 书法 鸟虫等不同的形象 鸵鸟蛋 耳鸟蛋 鸡鸭鹅蛋和鸵鹏蛋 薄薄的蛋壳用刀瓜 用钻膜 浮雕镂空组合 刀光借银之后 一枚枚造型独特的蛋雕艺术品就完成了 而孙开福手上的蛋 更添了一种领男特色 那么有上千年的历史 比较顶盛时期 是在明清时期 结婚 生子 还有祝寿 送红蛋 蛋壳上涂上红颜色 画一些比较好看的吉祥物 最后又逐步演变成 就是现在用刀雕 就是我的作品的多数是体验到 岭南的这方面的文化 因为我身在岭南地区 借鉴了很多一些 岭南文化的其他的艺术的内涵 比如牙雕 玉雕 艺术基本都是相通的 那么岭南这个艺术 它比较细腻 有的文化比较大气磅礴 但是总的来说都是中国文化 蛋壳 它就在蛋雕人面前就像一张宣纸 只不过是画家它是一笔一墨地加进去 蛋雕是一刀一刀地剪下来 坚硬的雕刻工具面对薄碎的蛋壳 自然会让最初接触蛋雕的人面临挫折 孙开福会把一些淘汰掉的 不够完美的作品粘在一起 以此告诫自己要慢 那个阶段属于练习阶段 用了大量的蛋壳 当然随着你这个实践和这个体验 不断地增加 你的损坏力就会越来越少 蛋雕这个艺术是一个波动人心弦的艺术 那么就是在关键的雕刻的最后一部分 你真是要屏住呼吸 包括你的手 眼 这个思想 就是要全部要统一在一个上 蛋雕之所以被部分人喜爱 除了其精美的造型 复杂工艺背后的角色 也是蛋雕人不断追寻的 闲时 孙开福和土地培育宝 会一起品茶 雕刻 从蛋雕到葫芦雕刻 刻词 不同的记忆背后是共通的手法和思想 这门艺术是使人静下来的艺术 就是说由不得你有杂念 并且在做的过程中是全力以赴 所以这也是培养一个人的修养和静养 我们要看到蛋雕艺术之外的这些功能 它是培养我们的心境和我们的耐心 就是说作为艺人你要有一种静下来 学会孤独 引那株寂寞 我年轻 猪球 羽毛球 冰棒球 包括我还玩武术的我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 我活于一种很有动感的生活 当我要退休了 我就追求一种很静态的生活 在玩蛋雕的之中 你会感受到很多一些很远古的一些 传统的思想 你会越来越近地接触到你自己 由于复杂工艺和保存问题 致使蛋雕的传承变得艰难 但是孙开福摸索出了自己的几个方向 也正是这些手艺人对非遗文化的坚守 对蛋雕的奔走宣传 才使得更多的人了解它 甚至加入它 蛋雕呢 真的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艺术 是一个小众艺术 因为它的从业人员呢 相对比较少 如何把这门艺术传承下去 真的是作为我们艺人来讲呢 非常重要 一是学校 我现在呢 就是广州清宫祭祀学院的课作教授 那么在这已经做了七八年了 那么第二项传承呢 就是在社会上收为徒弟 那么目前呢 也有这个六七个徒弟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配合政府各个区的一些这个活动 使广大市民呢 更加了解和喜欢 第四个方面呢 还有一些 我们的很多社会上的一些这个文化传播公司啊 还有这个艺术馆呢 还有一些这个幼儿园呢 还有一些这个大众的一些体验 也邀请我们去做这个临时性的淡雕体验活动 他不一定去专门去讲来 就是大了之后工作以后 就专门从事它 但是通过淡雕艺术呢 可以体验传统民间艺术的魅力 同时呢通过淡雕的学习 学习它的一些这个工匠精神 大家体验了真正领悟了这个淡雕艺术的精髓 也是非常好的 最终的一个魅力是在于传承 就是说包括我们现在淡雕的路上走了那么远啊 其实我们也很乐意去接受 或者免费去传承交一些喜欢淡雕的一些朋友